基电署一直为各政府部门提供一站式的基电工程服务 也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 近年为了配合政府推动创科发展 基电署更加肩负起创新促成者的角色 支援各政府部门密识和应用合适的创科方案 基电署在2018年制定五年策略计划 推动基电2.0数码化旅程 为政府部门提供数码化基电工程方案 为此基电署进行加构同组 成立数码科技部和创新办公室 一方面加强数码转型 另一方面促进和推动创科的发展和应用 当中创新办公室和处内不同部门的同事 组成团队 研造更加好的创科氛围 提供一站式的支援给各政府部门 亦与创科界协作 我们在2018年6月 推出了基电创科网上平台 E&M Indoporto 来列了各政府部门 工营机构和基电业界的服务员望 平台设立至监一共 收到超过1,100个创新科技方案 460个创科愿望 成功配对超过180个试验项目 当中包括提升升降机安全的项目 例如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数码化升降机工作日次 电力供应系统的实时健康诊断 和其他智慧城市的项目 同时基电署亦都在我们的总部大楼 设立基电创科专区 向各持份者推广创新科技应用 了解创科成果 我们很高兴基电署 在今届的日内瓦国际范萍展 得到国际专家评判团的肯定 一共获得23个奖项 包括一项特别奖 三项金奖 七项银奖 和十二项铜奖 和大家介绍一下 获得特别奖和金奖的 预防电车脱轨和碰撞系统 为了提升电车行驶安全 我们联同电车公司 一起研发了这个预防电车脱轨及碰撞系统 在车顶的位置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 和车头位置安装了两组光学雷达 去到实时偵测露轨任务外物 然后向司机发出警报 去防止车车因为撞到外物而引致出轨的意外发生 接着是获得金奖的智能防污海水雷网 海水雷网是海水冷却系统的必要组件 智能防污海水雷网利用超声波技术 防止生物膜的形成 它在清洁期间 不需要暂停雷网系统的运作 折散人力成本约八成 它可以透过智能污垢指数 自动调控枯作模式 以达至更好的运作效能 还有同样获得金奖的可再生能源探索者 当你想安装可再生能源系统 你会考虑什么? 汇报期、产电量 以往这两个数据 都是靠你最近的天文台 给你的数据而推算出来的 而我们研发的ISCE 可再生能源探索者 它就可以给你即时现场的气象数据 和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数据 而所有的数据都会放在一个大平台 可以给政府、业界、学界 共同研发更多的科技 实现碳中和 以及获得银奖 和韩国消防协会特别奖的 智能光车检测机械人 我们这个智能光车检测机械人 是可以设计于 可以自由在气缸内部行走 它配备了高清摄像镜头 而且还有两组超声光模组 分别是可以量度气缸内部的厚度 以及检测消旱的情况 我们期望这个机载人 可以减少我们进行气缸检测的时间 也都解决一些即安建方面的问题 机电柱会继续促进 应用创新科技 以优法服务 支持智慧城市的发展 以及推动碳中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